那个编辑像板部分的话 这个编辑像板部分 除了说那个Data List之外 像那个前面还有一个Fone View 设定的方法也是一样 或者你只要看到那个控制像里面呢 可以编辑像板的其实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完成 那另外呢如果他有属性产生器 不是每一个都有属性产生 像这个地方有个属性产生器 里面呢当然如果说 像我们这个留言 如果你觉得 这个纵向一览旁边空白 你觉得看起来有点浪费空间 你想要多放一点的话 那这个地方你可以怎么样 资料行的部分你可以设为2 那方向的话预设只是垂直 如果说你想要左右1234 而不是1234一直往下的话 你可以把它设为水平的 那配置的方法的话你也可以更改 你要是表格还是流程配置 那这部分你也可以做修改 我们如果改这两个试试看 按套用按确定之后的话 直接把它储存 执行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本来只有一栏的 而且是从上到下 这个时候呢 他会变成说 123456 就是说他的方向 他是 左右左右 如果你的资料呢 假如说比较适合这样的版型的话 你也可以做 这样的一个 排列 排列方式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 把资料显示出去的话呢 这边其实他提供 还算蛮灵活的 比如说编辑样板 另外就是属性产生器 这个是他 比较有弹性的部分 但是我刚刚我前面有讲过 他比较没有弹性 就是说呢 他没有分页功能 第一个 他也没有办法新增修改删除 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他的弱点 那这个弱点的话呢 怎么样做改进呢 其实在 还好就是说呢 在ASP.NET 4.0之后的版本 才有这个所谓的List View 这个List View 另外的话呢 List View 他解决了就是说 这个功能里面的新增修改删除 但是呢 分页功能的话呢 他这边还有提供我们一个叫做 叫做Data Pageo的一个功能 这个DataPageo就是你可以再挂上去 在List View下方或上面挂一个叫做DataPageo 他就可以分页了 那你想说那老师是不是这个可以挂在他呢 其实不行 他这两个不相容 OK 所以其实 不知道其实应该 如果他没有点心思的话啦 你刚刚挂一个其实也可以 但是他也许 考量到说 希望你升级 到List View 4 那我是记得List View 4之后才产生的元件 所以呢你的伺服器如果 没有支援到4.0的 这个版本的话 那也是没有办法启动List View这个元件 那也就是说呢 你要去 看清楚说到底你的Sever本身 是不是有支援到4.0 这些相关元件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我记得好像在哪个地方其实可以查得到 我记得好像在使用上面是不是就 就会有一个说明 还是 他就会秀出说这个 这个 这个控制项他是 是哪一个版本的 是不是在 按F1 还是怎么样 我再看看好了 那等一下的话 我想各位 先试试看这个地方属性 产生器这个部分 了解一下这相关功能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各位可以试试看 流程配置 或者是说要么 显示页手页尾 这个其实感觉有点像是 把报表放 把这个 网页当成报表来显示 所以这里面的相关的设定 它的什么呢 格式部分也可以再调整 框线 也可以再调整 所以这部分可以调的还蛮细的 那请各位把这个 这个范例呢 试着完成 那等一下的话呢 再来继续